泡羊五谷脉王经过长达18个月的人体临床试验 证实五谷脉王有效改善乙型糖尿病 现在就让李立军博士为我们讲解 这项人体临床试验所获得的试验结果 我们看一下主要结果 第一个主要结果是五谷脉王对血糖状态的影响 五谷脉王的试取能够减低4.8%的血红蛋白A1C 以痰药药病的病患者来说 如果他的HT1C越低 那么他的这个报告就越漂亮 所以我们看到五谷脉王能够帮助HT1C号码降低 他的发现降低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结果 试验结果为对心脏代谢特征的影响 我们先看一下总胆固存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Total Colesterol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补充组有试取五谷脉王的 他有减低6.9%的总胆固存的含量 也就是说五谷脉王能够针对降低总胆固存 相较一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就是坏的不好的胆固存 我们看到有补充五谷脉王的 女型糖尿病患者 能够有降低11.5%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存 接下来我们看体脂肪量 我们看到补充组有补充五谷脉王的 已经有看到降低4.4%的体脂肪量 也就是说五谷脉王的试取能够帮助脂肪量的减低 再看一下Resertal Fat就是内脏脂肪的质量 我们看到五谷脉王的试取能够减低3.5%的内脏脂肪的质量 第三层次的结果 五谷脉王对氧化阴剂状态的影响 这边我们有三个 第一个是SOD超氧化物企划霉能够的变化 号码越高 也就是说你本身的抗氧化系统或者是状态更好 所以我们看到有补充五谷脉王的组别 补充组有看到明显增加4.2% 这个是非常好的迹象 第二个变化 丙二全容部的变化 我们看到如果是耗码有减低 那么这一个东西就是好的 MDA是一个不好的状态 它的浓度很高 我们本身的抗氧化度很低 所以我们需要它变低 所以我们看到补充组 试取五谷脉王的组别 成功减低5%的MDA浓度 也就是说是好的见效 最后一个蛋白质 汤积浓度的变化 我们也一样的需要它的号码降低 所以号码越低 只是说你本身的抗氧化系统很高 所以我们看到有减掉8.4%的功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